2000年3月1日 法国图鲁茨警方先后接到了两通报警电话 有意思的是 两通电话虽然来自于不同的报案人 但他们联系警方的原因 竟然都是报告一个名叫苏珊娜·布兰奇的女子的失踪 那么苏珊娜到底是谁 她到底是谁 两名报案人又与她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 别急且听我慢慢道来 1961年11月27日 苏珊娜·布兰奇出生在了法国的一个小镇上 长大后的她应聘进了图鲁茨当地的一个舞蹈团 成为了一名职业舞者 与此同时她还兼职当起了舞蹈老师 赚取一些外快 由于苏珊娜温柔开朗的性格 再加上艺术家特有的气质 深深地吸引了一个名叫雅克·维杰尔的男子 在后者疯狂地追求下 两人于1988年洗劫连礼 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而婚后身为舞蹈演员的苏珊娜 也没有顾及自己的身材问题 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为雅克生下了三个孩子 在外人看来 苏珊娜和身为法学教授的丈夫雅克 真可谓是郎才女貌般配至极 然而这美好的一切 却在七年治养的1995年发生了改变 咋了呢?雅克出轨了 非但如此啊 这哥们出轨的对象还不止一个 其中居然还包括了她自己的学生 好家伙 当这些事被苏珊娜得知后啊 她几近崩溃啊 至此夫妻俩原本甜蜜的生活 也被无尽的争吵所取代 苏珊娜甚至告诉朋友啊 雅克还对她动过手 有人要说了 都搞成这个样子了 怎么不离婚呢? 诶?说到点子上 告诉大家 其实苏珊娜曾不止一次 向雅克提出过离婚 可奇怪的是啊 这位情人众多的花花公子 却始终不同意 另外 苏珊娜本人就成长在一个单亲家庭 因为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分开了 她深知离婚呢 会对孩子造成巨大的伤害 再加上 家人们的劝说 苏珊娜最终才同意 与雅克维持婚姻关系 虽然这个家是保住了 但两人破裂的感情已然不可能修复 所以啊 苏珊娜搬出了主卧 住进了客房 并将自己大部分的时间花费在了工作上 时常呢 忙碌到深夜才回家 时间一晃 五年就过去了 2000年2月27日 一个平凡的周日清晨 雅克和往常一样 于早上8点30分起了床 并和三个孩子一起吃了早餐 话说这一天啊 雅克计划和孩子们一起到她父亲家吃午饭 可手头上呢 还有点工作没有搞定 所以上午10点30分 爷爷就提前把三个孩子先接走了 以便雅克可以专心留在家里处理事情 大概在中午12点15分左右 雅克的工作终于完成了 于是呢 他也赶往了父亲家 与家人一起共进午餐 并在那里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 等回到家时啊 已经是晚上6点30分了 哎 有朋友要问了 怎么这一整天都没听你提到过苏珊娜呢 很简单 自从雅克出轨后啊 夫妻俩的关系就降到了冰点 说白了就是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而且呢 苏珊娜的工作性质 致使她多数时间都是咒服夜出 所以两人虽然住在同一屋檐下 见面的时间呢并不多 反正雅克只知道她和孩子们回来时啊 家里的门是上了一道锁的 而进门后苏珊娜也没有出来和谁打招呼 换言之她要么在房间睡觉 要么已经出门了 当然雅克也并不在意 这么多年早已经习惯了 然而啊 在当天晚些时候 雅克将她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接下来一听 原来是妻子的好友奥利维尔·杜兰德 不过对方的语气啊 却显得有点着急 原因是奥利维尔已经整整一天联系不上苏珊娜 虽然在查看过客房确认苏珊娜的确不在家里后 雅克多少有点疑惑 不过啊 她也没有太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演员嘛 各种各样的因素都会导致她接不到电话 不稀奇 不过这个好友奥利维尔啊 比身为老公的雅克还要关心苏珊娜的行作 2000年2月28日也就是隔天一早她直接赶到了雅克的家里 当得知苏珊娜一夜未归后 奥利维尔呢向雅克提议到苏珊娜居住的客房看一看 万一她留下诸如字条之类的讯息呢 然而两人进门一看 房间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字条 有的只是一瓶眼药水 以及2月26日也就是她在失踪前一天穿戴的衣服和首饰 不过与此同时啊 两人也发现苏珊娜的隐形眼镜不见了 另外房间里的闹钟被设定在了下午的1点45分 所以雅克判断 苏珊娜多半就是在2月27日 也就是星期天的下午1点45分左右出门了 至于像这种失联的情况啊 在苏珊娜的身上也发生过很多次了 所以雅克认为过不了多久 妻子自然会回来 转眼一天又过去了 2000年2月29日星期二 苏珊娜依然是秒无音讯 这时啊 雅克有点担心了 妻子两三天不与外人联系到也没什么 但她不可能这么多天 对三个孩子也是不闻不问啊 不过2月29日这天啊 雅克要和父母以及孩子去二热度假 所以呢她打算再等一天看看 可遗憾的是啊 2000年3月1日 苏珊娜依旧失联 雅克考虑再三后决定报警 这也是警方接到的有关于苏珊娜失踪的第一通报案 然而讽刺的是啊 仅仅几天之后 报案人雅克就被警方列为了此案的主要嫌疑人 有朋友要说了 是不是因为always husband 哎 确实有这方面的考量 但这并不是主要原因 视频开头我们说过啊 报苏珊娜失踪的一共有两个人 而警方之所以会怀疑雅克主要因素 其实是第二个报案人的供述 那么问题来 第二个报案人到底是谁呢 这事啊稍微有点复杂 通过之前的讲述 我们知道雅克夫妇的婚姻实则早已名存实亡 苏珊娜呢只是希望给孩子们一个完整的家庭 才一直没有选择离婚 但法国人天性中的浪漫 使得苏珊娜依然渴望着爱情的到来 还别说 1998年7月 这个男人呢终于出现了 她对苏珊娜可谓是一见钟情 在男人疯狂的追求下 两人也很快确立了恋人关系 自此以后 男人每天都会来接苏珊娜上下班 甚至有时呢还会帮忙带孩子 这让苏珊娜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而此人的名字呢就叫做奥利维尔·杜兰德 也就是案发后跑雅克家找人的那个所谓的好朋友 估计有人不理解了 虽说雅克夫妇已经没有什么感情了 但从法律上来讲他们还是夫妻 奥利维尔这么干雅克没意见吗 告诉各位 不是没有意见 实际情况呢是雅克根本就不知道 因为奥利维尔两人从来不在雅克面前做出任何暧昧的举动 所以雅克一直认为 奥利维尔只是苏珊娜的一个男闺蜜而已 讲到这儿啊 大家一定猜到了 没错 第二个报案人正是奥利维尔·杜兰德 那么又一个问题出现了 他到底跟警方说了什么 致使雅克成为此案的嫌疑人呢 事实上啊 那周一也就是2000年的2月28日 自己将会和律师见面 并正式向雅克提出离婚申请 听到这个消息 奥利维尔能不高兴呢 原本呢 两人相约在2月27日下午通过电话 具体聊一下离婚的相关事宜 可没曾想啊 自从苏珊娜回家后 就再没有了任何讯息 很显然 如果奥利维尔所言属实 那么苏珊娜应该是在2月27日失踪的 而这个时间点又恰巧在她见律师申请离婚的前一天 那么苏珊娜在此时失踪 是不是有人想阻止离婚的进程 换言之 雅克是存在作案动机的 另外 奥利维尔告诉警方 在苏珊娜失联后 她私下做过一些简单的调查 结果发现雅克的嫌疑真的很大 首先 雅克说自己在2月27日起床后 曾去苏珊娜的房间看了一眼 当时呢 她发现女儿克莱门斯正躺在沙发床上 而女儿的身旁好像还睡着一个人 虽然由于角度问题没有看清楚 但雅克认为 那个人应该就是妻子苏珊娜 但奇怪的是 克莱门斯自己却说 那天早上她是独自一人睡在床上 母亲并不在身边 克莱门斯甚至连母亲当天晚上有没有回家都不能确定 也就是说 父女俩的说法 严重不符 其次 视频开头讲过 2月27日早上10点30分时 祖父就将孩子们接走了 原因是 雅克有些工作需要处理 可祖父前脚刚离开 雅克就被人发现出门跑步去了 问题是 这哥们呢 从来就没有跑步的习惯 这还没完 大概15分钟后 雅克突然打电话给自己的父亲 说手头上的工作比较多 原定的吃午饭时间可能会推迟 而雅克实际到达父亲家的时间是中午的12点15分 算下来 从孩子被接走到吃午饭之间有接近90分钟的空档 奥利威尔觉得 这么多时间足够雅克做很多事情 总而言之 在苏珊娜失踪这件事情上 雅克既有动机又有古怪行径 所以调查人员能不怀疑他们 就这样 2000年3月10日上午9点30分 雅克被正式传唤到了警局 与此同时 一组横检人员也对他居住的房子展开了初步搜查 你们知道怎么着 仅仅几个小时后 警局就接到了横检负责人的电话 对方表示 此时已经可以对雅克执行拘留了 因为他们在现场有了重大发现 首先 屋内没有外人闯入的迹象 可是一楼客厅 浴室以及通往二楼的楼梯上 都检测出了微量的红色痕迹 其次 横检还在一个壁橱里面发现了苏珊最常用的一个手提包 包里放着一串钥匙 但没有钱包 如果抛开以上这些不谈 最让警方在意的是 苏珊平时睡觉的那张沙发床的床垫居然不见了 大家知道 床垫这种材质 万一粘上了什么东西 是最难被清理的 就算表面处理干净了 内里呢 还是会有污渍残留 现在床垫不见了 那肯定是被雅克扔了 这一行径 直接使得他的嫌疑上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道理很简单 你老婆是失踪又不是去世 既然是失踪 那就有找回来的可能 你现在把床给扔了 那人家回来睡哪儿啊 更何况 从雅克报案到她被传唤之间 不过十天时间 你就是扔 也不用这么早吧 所以在警方看来 扔床垫无外乎两种原因 第一 她明确知道苏珊回不来了 第二 销毁证据 然而 当警方就这个问题询问雅克时 她所给出的解释啊 却是叫人不知可否 雅克说啊 2000年3月5日 她因为工作原因 需要到外地出差 由于那时呢 苏珊娜已经失踪 所以她只能让自己的母亲来家里照顾三个孩子 而母亲晚上呢 就睡在苏珊娜的那张沙发床上 不过当雅克出差回来后啊 母亲却跟她抱怨说 这张床垫质量太差 睡在上面很不舒服 之前我们介绍过 案发前呢 苏珊娜正在和雅克闹离婚 案发后呢 奥利维尔为了指控雅克 也不得已曝光了自己与苏珊娜的情人关系 两件事一结合 本来就把雅克气得是不要不要的 一看那张床垫啊 她就会脑补出妻子带着情人回家 然后在那张床上干点什么的情景 再加上母亲和孩子 有时也会躺在那张床上 想到这些呢 雅克就觉得恶心和愤怒 正巧现在老娘说睡得不舒服 因此呢 雅克便在2000年3月8日 把床垫运到了附近的一家废品站丢了 回来时买了一个新床垫 顺便呢还洗了一遍车 好嘛 这番话一出 这哥们的嫌疑就更重了 估计经常看我频道的朋友也发现了 仍旧的买新的洗车子 这典型的嫌犯行为啊 不过话虽这么说 但此时警方手上呢 并不掌握关键证据 一切的怀疑也都来自于推断 为了能给雅克定罪 调查人员呢把希望放在了床垫上 于是他们立即派人赶往了回收站 试图找回雅克丢弃的床垫 然而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啊 就在2000年的3月9日 也就是床垫被丢弃的一天后 回收站呢发生了一起小火灾 而这张床垫恰巧就在火灾中焚毁了 是不是巧合不知道 反正警方没能查到人为参与的线索 既然找不到关键证据 警方也不得不在拘留期满后的2000年3月12日 释放了雅克 人是放了 但案子不能不查 警方觉得如果在物证上找不到突破口的话 那就只能把重点放在人证上 还别说 这方向一转啊 真就起了很好的效果 话说雅克家有一个名叫 赛维林·拉科斯特的保姆 正是这位保姆呢 给警方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他说苏珊娜失踪后啊 自己曾在浴室打扫时 发现了红色的水迹 虽然光凭这条信息仿佛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但结合之前那些物证啊 警方还是在2000年5月1日 以谋害罪的名义对雅克执行了抓捕 调查人员觉得 只要能把人抓了 再经过一系列的审讯 嫌犯多半都会透露真相 然而想法很丰满 现实却很骨感 因为警方终究还是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因素 雅克啊 不是一般人 他原本就是法学教授 他很清楚如何保护自己 实际在后续的审讯中 他始终以不知道不清楚 忘记了 这不是必要的问题 等标准话术来面对各种问题 更倒霉的是 自从雅克被捕后 警方再也没有获取到进一步的 人证和物证 以至于2001年2月15日 在辩护律师的多次申请下 法院呢 只能要求警方暂时放任 获释后的雅克回到了学校继续任职 可惜生活呢 已经很难恢复瓶颈 因为他总是背负着谋害妻子的罪名 这让雅克以及他的家人感到十分困扰 为了给自己脱罪 他开始通过媒体发声 雅克表示 如果妻子的失踪真的与他有关 那这么久过去了 警方为什么找不到所谓的关键证据 而苏珊娜至今下落不明 既然找不到人 那又凭什么指控他有谋害嫌疑呢 所以啊 自己被千夫所指的原因 只是因为检方固执地认为他就是凶手而已 还别说 这种新观点的提出呢 果然引起了舆论的分化 一部分支持雅克的民众觉得 相比于雅克之间的沉默 苏珊娜的情人 奥利维尔的表现就有点过度活跃了 在他的引导下 媒体将雅克形容成了一位以自我为中心 冷酷且自大的丈夫 至于苏珊娜则是被出轨丈夫控制的不幸女子 而奥利维尔呢则是用体贴于关怀 拉了苏珊娜一把 虽然当时的舆论分成了两派 但检方呢并未受到其影响 他们依然坚持要将雅克送进监狱 2007年2月22日 也就是苏珊娜失踪7年后 检方正式以谋害妻子的罪名 把雅克告上了法庭 而一审的时间呢 则被定在了2008年的12月 但临近开庭时啊 雅克的精神状况和身体状况 却双双出现了问题 法院不得已只能把审理的时间 延期到了2009年的4月20日 虽说检方心心念念想把雅克绳之以法 可是这么多年来啊 此案在误证方面 其实并没有取得新的突破 至于人证这块呢 也就多了苏珊娜的妹妹以及朋友 出庭作证说 雅克曾经对妻子动过手 然而检方有新的证人 辩方同样也有 首先 雅克的三个孩子 坚决地站在了父亲这边 他们相信雅克是无辜的 另外 还有一个重量级的证人 同样认为雅克是清白 这个人就是苏珊娜的母亲 也就是雅克的丈母娘 克劳德·佩蒂 不过她支持女婿的原因 却极其的特殊 有的时候啊 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 就在几十年前 苏珊娜的祖父 同样以谋害妻子的罪名 被告上了法庭 当时很多的证据都表明 祖父就是凶手 但最终事实证明 祖父是无辜的 所以克劳德认为 在没有决定性证据的前提下 不能就此认定雅克的凶手身份 就这样 攻守双方在经过整整十天的法庭辩论后 陪审团因检方无法提供决定性证据为由 按照无罪推定原则 宣布雅克无罪释放 当然啊 对于这样的结果 检方肯定是不能接受的 于是他们在一个月后的2009年5月29日 向法院提出了上诉 二审于2010年3月2日开始 双方再一次在法庭上展开了攻防大战 但谁都没有想到啊 此案最大的一个转折即将出现 咋回事呢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检方手上一直有一名关键的证人 那就是保姆塞维林 因为他说自己在浴室里发现了红色的水迹 警方也是靠着这条证词才把雅克逮捕的 可在二审期间 塞维林再次站上证人骑时 辩方律师却提出了一个让他始料未及的问题 请问 2000年2月29日 你是否带着奥利维尔一起去过雇主的家 塞维林听完这个问题啊 明显的紧张了起来 他回答说 2月29日当天 奥利维林确实去过雅克的家 可他一直坐在车里并没有进屋 然而律师既然会问 那一定是有所准备的 当证据被出事后 塞维林只能承认2月29日奥利维尔确实进屋了 之所以从未透露此事 那是因为奥利维尔告诉他 一旦警方知道了这件事 反而会造成调查上的困扰 甚至呢 怀疑奥利维尔趁机夹带了一些东西进屋 到时连带塞维林都会被怀疑 而10年前呢 只有22岁的塞维林被奥利维尔的话给吓到了 所以一直对此事手口如皮 好家伙 两人串供的事实让塞维林的证词彻底失效 雅克也在经历了10年的起落后 卸下了谋害妻子的罪名 可遗憾的是 时至今日呢 苏珊娜的失踪 仍是一团迷雾 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也没有人知道她是否尚在人间 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想聊聊对于此案的看法 事先说明一下 本次分析没有结果 我只是对案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质疑 如果大家愿意一起探讨 那就接着看下去 纵观整个案件 个人觉得呢多少有点迷茫 单从动机上来看 我觉得雅克的确存在嫌疑 道理很简单 苏珊娜第一次提出离婚 那是因为丈夫有外遇 可雅克呢死活就是不肯离 虽然苏珊娜最终妥协 然而两人已然回不到过去 说白了啊 就是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那么问题来了 苏珊娜这么做是为了孩子 那雅克是为了什么呢 这一点我不知道 但这并不重要 我们只要能从中推理出 雅克一定有不能离婚的理由就行 而这个理由呢 也将成为他作案的动机所在 原因是奥利维尔的出现 使得苏珊娜第二次提出离婚 变得势在必行 为了阻止一切的发生 雅克动手了 但是啊 我上面说了 这是单从动机上来分析的结果 如果结合证据呢 就会出现很多矛盾的地方 首先啊 客厅楼梯之类的地方 发现微量红色痕迹啊 根本就不值得讨论 只要是真正开火过日子的家庭 磕磕磕磕是常有的事 拿我自己来说吧 就经常会切菜伤到手 所以呢 微量的痕迹不能说明任何问题 至于换床垫的件事啊 同样不靠谱 按照奥利维尔的说法 2000年2月26日 他和苏珊娜出去参加了排卡比赛 回家时呢 已经是2月27日的凌晨4点了 根据公开的信息来看 女儿克莱门斯当晚就睡在苏珊娜的房间 难道雅克是当着女儿的面动手的 显然不可能 而且呢我们知道 克莱门斯说过 早上醒来后母亲并不在房间 他也不能确定母亲是否回来过 而2月27日上午10点 30分孩子们才被祖父接走 换言之 从2月27日的凌晨4点到早上10点30分 就没有人见过苏珊娜了 要知道 他们家光孩子就有三个啊 不至于这么长的时间 家里有个大活人都不知道吧 所以从这一点来看 雅克仿佛只可能是在凌晨10分动的手 如果这种推论是事实 那么床垫也就扯不上关系了 再者说 雅克是3月1日报的警 可床垫却是在3月8日被丢弃的 之间有整整7天时间 要是床垫上真有问题 估计她早就想办法处理了 除此以外 最让我在意的就是 壁处里发现的苏珊娜的包 各位还记得吗 包里有一串钥匙 但钱包却没有了 告诉大家 警方后来呢 在一条公路上找到了那只钱包 嫌犯为什么要这么做不知道 但雅克绝对不会这么干 问大家一个问题 站在雅克的立场上 她希望妻子最后的行动轨迹 是在家里呢 还是在外面呢 这个问题不难回答 肯定是在外面 要是苏珊娜是在家里失踪的 那她就没跑了 由此可见 换作雅克的话 必定会把包整个都扔掉 而不是只扔个钱包 并且把最要命的钥匙留着 因为钥匙在包里 包又在家里 这充分说明 苏珊娜回家后就没有出过门啊 再加上家里没有外人闯入的痕迹 她是百口莫辩啊 所以综上所述 警方指控雅克的点 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讲到这儿啊 记性好的朋友 可能已经从我的分析中看出问题来了 抛开钥匙那件事情不说 2月28日 奥利维尔来家找苏珊娜的时候 不是在客房里发现了 苏珊娜在2月26日和她去约会时穿的衣服吗 由此可见 苏珊娜确实回过家 你老K上面又说 作案时间只可能是凌晨10分 那凶手人选 不还是只有雅克吗 说的没错 可前提是 苏珊娜真的回来过 大家发现没有啊 其实整起案件被注入了一种定式思维 那就是苏珊娜在凌晨4点中回了家 但这件事情呢 实际上只有奥利维尔一个人知道 并且在一般情况下 凌晨3、4点正好是睡眠最深的时候 这苏珊娜到底会没回来 谁能证明 如果苏珊娜没有回来 而奥利维尔却在2月27日的12点15分以后 偷摸进入了雅克的家布置了现场 是不是能够解释上面所有产生矛盾的地方呢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另外2月29日雅克带着孩子去阿尔热度假 奥利维尔却火同保姆潜入雅克的家 还此地无音三百两的说 不要把他来过的事情告诉警方 这多少让人觉得有点奇怪吧 可问题是我找不到奥利维尔作案的动机 这就是我迷茫的地方了 总而言之呢 雅克有动机 但是现场证据存在很多不能解释且矛盾的地方 如果是奥利维尔所为 那几乎可以解释所有物证上的问题 但却找不到他的动机 以上呢就是我觉得 需要引起大家注意的所有内容了 你们觉得谁才是凶手呢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点赞订阅 我是大佬K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